今天又说一下大陆妈妈和香港老爸抢子事件 话说前一段时间就常常有一个挂着筷牌 大陆有很多人很喜欢将故事的背景写在筷牌上 挂在一条颈子,站在街上叫你看 有些又叫你捐钱,有些又跟你申诉一下有些东西 尤其之前那些大头奶粉吃坏BB 那些人上房都是用这个方法的,就挂在一条颈子 那当然有很多意思,之前都试过坐完监,出来没东西做 都在街上遇到生活困难,各样,要人捐钱,我也试过 那我最记得我在鱼街,金鱼街 看到有个人就说他不见了身份证,不见了钱包 那他就要申请一张身份证,所以他就要人捐钱 那我就给了200元,因为我记得申请身份证好像百多元,二百元而已 哇,后来被我的警察朋友吵我,他说,哇,你不是这么猪兜啊,那你也想 那时候我还说他,我说,好心你不要同情心啦,你是不是看一些案件多啊 经常都在这儿以小人之心 怎么知道我交了几天呢,我在金鱼街后面那条街见到他 他又在那里写那份,写那块的纸牌,我心想仆街了 那好吧,那说回这件事啦 那郑妈妈,一个三四十岁的大陆女人 那从她说话的口吻就已经很清楚,她在大陆了,福建人 她的儿子五岁多,那当初呢,就很好的 就和一个香港姓郑的肥佬,就一起了 生了小朋友之后呢,就不知为什么他是独力照这个小朋友 那今时今日呢,几年后,他自己照了,很开心啦 那不知为什么呢,他就和老公反目啦 那不是不知为什么的,那这些感情走向下坡 就很多家庭都会发生的啦 那他就交给这个男人和这个奶奶照了几天 他就一直都找不回这个儿子啦 那那个男的呢,就要个儿子的抚养权 那就各样啦,又说各样问题,又说自己没收入 又说女的情绪有问题,又说女的企跳 又说女的经常骚扰他 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啦 其实,又说不好听 十个月不销你不淋你红油,就算给面啦 然后呢,冬张西望呢 姓李的那个美女主持呢 入到他那间什么物业的那间店 这个姓郑的男人的妈妈的儿子 一个伯伯来的啦 一个伯伯来的,一个伯伯来的 一个伯伯来的伯伯来的 竟然拿把刀出来砍桌 那你就看到这家人是什么人啦 正一,触门对触门 两边都有问题 男的说女的想申请香港身份证 那我说不好听,他结婚了六年 那如果他要申请,申请单程证一早就有了啦 别人都没想着来 别人要申请一早就申请了啦 那就算是,你和别人结婚 你社经的时候,你不是知道的吗 那你现在才来说人家申请什么香港 你和别人,你认识他那时 你遗和下在河尔蒙失调 你精从上路那时 你就知道啦 别人现在和你生了个儿子都五岁啦 就是我看那些片子呢 儿子是很像个妈妈的 竟然现在那个男人是把儿子扔回大陆养 那个女儿就醒了,死都不离开香港 为什么呢 喂大哥,我在香港,法治之都 我都找不回我的儿子 更何况,回大陆 回大陆,我怎么知道这个肥鸡虫 这个人是真是鸡虫来的 这条肥佬呢 姓郑这条肥佬呢 打老婆啦 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打个儿子啊 希望没有啦 都是南丁啦 很明显也是那些福建人最喜欢的啦 打老婆啦 然后叫鸡啦 他是写了那些认罪书 那些什么叫悔过书 他说什么呢 是他老婆逼他写 我心想你bushit啦 我看他样子就知道什么了 这些什么肥鸡虫 就是,哇大哥 没有人家一口心机臭大个儿子 你和老婆 反面 为了一个家族的南丁 又想和人抢儿子 唉,所以说什么若疑 除了若疑呢 有很多这些问题 只要不是一个 爸爸妈妈相亲相爱健康的家庭 和有经济能力的家庭 长大的呢 就是千万不要生 生了就是这样轮回 穷人的子女会在穷人的环境去长大 我还记得呢 之前呢 看了一个 专题啦 就说一个深水埗的劏房的单亲妈妈 就养个女儿 那他呢 就要每天呢 行四个字上学 他就不可以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啦 那当然是那些 他妈妈都很努力地去照顾他啦 但是都要去光顾一些街市 就来收档那些菜头菜尾啊 没什么肉啊 只是小小饭拌点菜 那又没有新衣啦 新书包啦 我记得那个女儿呢 是有眉弦的 就是你看到他那些眉头眼睛 小学 初小啦 那些叫做是吧 十岁around的女儿 他那种嘴念呢 他是很不喜欢 还有很歧视 他自己歧视他妈妈 但是他是不懂得感恩的 喂大哥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 穷啊 这样 但是你是很有pricie 妈妈是将 他紧如的东西是给你的 但是现在那些年轻人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他是觉得 你不给 我不是有咯 我最记得有个朋友呢 跟我说他说 他的女儿呢 叫他买些 不知什么 帮他 老板就说 没钱了 没钱了 他女儿就说 你去按就有咯 现在那些年轻人觉得概念是 你咚就有咯 你按就有咯 所以 中港婚姻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又分享一下一个我个人的小小小小小趣事 都不是趣事的 可能是狗事 那话说呢 就上个星期日 那我就去Mega Box 那我自己呢 就排着我自己看一些东西的 那旁边呢 就是一个他画出来一个 儿童游乐场所的地方 那我就见到呢 因为这期呢 经常看那些林林案 那就很有感 一见到那些小朋友呢 好有趣的那些呢 就不断望 那我见到一个两 两岁的年轻 揹着恐龙书包呢 好有趣的 因为望多两眼 那他妈妈呢 就在那儿教着他 说话啊 各样啊 在那儿跟他谈 教着他 蹲下教着他 教着他东西的 说你是不是很想玩这个啊 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 入闭闭 行不行啊 那样就在那儿引导他 因为他们在等着那架 游戏机 要入钱去玩的 那因为游戏机 当然有人在玩的 那我说忙啊 忙了大概一分钟 一两分钟啦 那然后呢 玩的人就出来了 那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大概七八岁的年轻 就说了一声 在这对母子 准备走进去的时间 在他中间的位置 就是另外那个 两个男人带着的年轻 走出来 在他们走进去的时间 那个年轻就说了上去 那然后呢 后面就有一个女人 一路按着的电话 一路跟着的年轻 走过来 那很明显呢 这个女人是不知发生什么事的 他只是跟着他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的眼是完全没有离开 那个电话的 那我就见到呢 那个妈呢 就打了个凸 然后呢 那个小朋友呢 那个小朋友在前面的 那个小朋友就站在那边看着 勾了嘴 不懂得反应 那个妈呢 就是没有出声 都站在那边 我看他们的样子呢 就是想着等别人玩 玩完先 那我就是 猪士八卦那些 三姑六婆 街市八婆来的 那我就见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刻就上了头了 那我就走过去 跟那个妈妈说 我说不好意思啊 小朋友呢 玩着 在等着的 等我们在排队的 那说到这里呢 那个小朋友跟那个妈妈呢 那个妈妈就叫那个小朋友出来 那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 那当然是Happy Ending 那这个妈妈呢 就一路走出来 就一路说了 你玩了吗 什么什么 你要排队排饱去吧 神经病的 不入钱 在那里讲讲讲 厉害吗 一路在那里讲 一路在那里走 一路在那里骂 那当然他是很高声量 还有他的语气都很差 还有夹杂一些 很难听的说话 那他没有说出口的 那那一刻呢 我就着了 那我就跟他在那里吵了 在那里吵了 在那里吵了 一路 那我最主要呢 就是说 我好声好气跟你说 为什么你 嗯 没有说出口 我忘记得了我没有说出口 那我就说 这个香港来的 要排队啊 阿姑你认识的 什么什么 当然我是攻击他大陆人 因为在我的mindset 我真的是仆恨 可能看得多苹果和新闻 我一向觉得大陆人是不够排队的 而他说的话就是 谁来才是谁玩的 排什么队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他老公在这个时刻就冲了过来 因为他老公是带着他的女儿 在另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玩 我当然不知道他有两个 然后他老公隔开了我们 就收了声音 其实就没事了 我就走开了大概十几二十米 我都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看东西 看就看了 没什么 我都开始下降了 收声音 这些八婆娇有什么好叫 隔了大概一两三分钟 这女人突然就走过来我这个位 在我大概五六米外的地方 他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台湾中艺节目 有一个很好笑的男人叫沈玉琳 沈玉琳 沈玉琳荒谬大师 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不知道是谁的话 他就以一个沈玉琳招牌姿势的手势 很夸张地指 就是你整只手是伸直地向前指 他是很夸张地在那里 他很大力地想按我 但是当然是离远 他就按了我几下 然后他没有出声 但是他是很大的body language 去show他的愤怒 然后他就弄了几下 我就觉得 神经病 搞笑 然后我没有理他 因为我知道这些癫妇是 你跟他吵下去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我不会跟他上这个公民道德科 我没有理他 得一口笑 然后隔了又是半分钟 很快 那条女人就再来了 他就在我身边 他就围了一个圆圈 在那里走catwalk 他就开始走到我身边 那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发觉我的袋子 是一声被人扑了一下 那当然他没有直接touch我 那当刻我就火了 我就走回去 因为他扑完我之后 他也走回去他老公的位置 那我就走去他老公的位置 我就说 哇 什么事啊你 你两个 那然后呢 他老婆就很hyper地走过来 我这儿了 那他老婆就 很大的body language 就说什么什么什么 那他老婆是想攻击我的 那当然我当然不出手了 因为我知道 大陆打人是没有罪的嘛 在香港打架 无论哪个出手先 吐斗是犯法的嘛 这个是common sense来的嘛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了 虽然我很想打齿他 但我打架不厉 我也没有打过 除了在中学打过男同学之外 不是打男同学 也跟男同学推撞 那然后他老公呢 又是拦住了在中间 他是 他是捉住他老婆两手 他老婆是控制不了自己 很大力地去push他老公 他说 他老婆说 我这条气不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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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包不到你啊 那我就说 神经病啊 我说你可不可以控制一下你老婆啊 他是过来碰到我啊 然后妖养了一段时间 她老公就逮捕了她老婆 离开了那个大 area 我就见不到她们了 然后她走了一会儿之后 我就听见旁边有些staff 就在那里说 玩到这样不如不要玩 我就在那里想 究竟staff是在玩他还是在玩我呢 可能人家觉得两边都有不对 我旁边那个 那个就跟我说 就是事后讨论 她就说 你过不可以自己多事呢 那我说 其实你给我选多一次 我做多一次 其实我再选 我再亲身经历 我都是会出声的 因为 为什么我要那对母子 就是那对母子 事后 还有 我跟她赶走那位人 不是赶走 我跟她说完 什么要排队那件事之后 她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任何一句话 她也没有参与我们吵架的当中 那我就在想 那如果真是将来做人家父母 或者要这样去教小朋友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去大声和人家吵架 是教到小朋友呢 那我觉得未必的 可能是错的 可能是错的 或者是一个错误的教 的新教 而我是不是应该好像她那样教小朋友等待呢 那在这个社会上你会遇到很多不信 各样被人欺负 被人兼打尖的东西 那不一定下下要跟人家吵的 那可能那个妈妈是对的 但是我的性格也好 脾气也好 我不会忍她 那再更何况是 我是很生气地跟她说的 我一不是一来就攻击她 那我真的是很好人的 我一开始 就是我是那些 你不踩我 我当然对你好好 你踩我 我当然爆你 但是当然我不会打 那我一开始真的说 妈妈 我们在排队 那我真的以这样的语气 真的是天地良心 那如果那条戏不算 我都真的包不打她 那我旁边的那个就说 首先 你这样 是不是真的很多事了呢 那还有呢 他就说 你好像我吵架 他说什么 什么什么蠢 什么什么排队 什么什么 他说不排队之后 我就开始攻击她 在大陆嗨了 那他就说 那你攻击别人大陆人 你都不预想 别人跟你讲道理了 那我就说 喂大哥 如果她讲道理 正常香港的妈妈 是不是应该说 哦 你排队 不好意思 我们看不到 那出来 那就没事了 喂 这些是很正常的 香港妈妈 当然 我也知道 有很多妈妈 是 你个儿子在前面玩 然后他又不管 他又不看 他又避免一遍玩电话 现在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 那在那些公共区域 撞到啊 或者踩到啊 那他不会知道 那到时 他的儿子 别人说 他的儿子 他就跟人吵架 这些是 有很多现在的家长 是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不想 你自己的儿子受伤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贴一点呢 你是不是应该 喂大哥 你在家里 你就看一看 飽他 出到来 你有多久呢 那你望一下 你的儿子都不行 一定要望着的电话 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 有没有做错 反正我只知道 在大陆 和香港 就是为什么 香港人 这么反感大陆人 真的有很多人 是 不想排队 还有 什么 什么 扰少便宜啊 公屋资源啊 医疗啊 什么商业啊 学位啊 那些 我知道 有些蓝丝的朋友 就说 苹果 经常去做 这些什么题材 当然 有很多 很优秀 不是 真的优秀少年 不是 不是 哇腹 那 在上班 在金钟中环 有很多那些 赚果仪 那些 金融才俊 就是 一讲读书 在美国 有很多 大学 最劲的那些 就是从中国 那他们有好的人 那但是 当然 都有很多 大陆来的 那我都跟我旁边 那些讨论 哇 那个男人呢 其实他是 很正路 还有他说的东西 是 make sense 的 还有他是 真的是 他是 控制到整件事 不要令整件事 升温 还有 更差的方向 那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是一个 这么正常的男人 虽然不是很英俊 就是有少少肥 但是一个正常的叔叔 为什么会娶一个 这样的大陆 那条大陆 妻子很明显 是那些 蓝达达 握纵 踢拖 然后 说话 不走不探 又不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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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就知道 是大陆 年轻 我 我真的 不歧视 虽然 可能有些歧视 我戴回头盔 有些年轻 是真的 看得出 他是大陆 大陆 我不知道大家 懂不懂分 我 无论从他 衣着也好 样子也好 他真的 草根 很多 那 为什么 一个这么正常的 香港男人 要娶一个 这样的大陆 婆 其实 你看 他 老婆 那个品性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他教得好 他对子女 就是你连这么简单 你控制自己的情绪 都控制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教子 所以我 说回 这个东张西望 这个case 就是你说 这个 这个 郭女士 和这个郑先生 这些中港婚姻 就是带了 很多这些 单妃妈妈 下来 那下来 可能见到 大佬 你住在那间 那两百多三百多尺公屋 那是不是真的如他所想呢 是不是真的香港遍地黄金呢 那他又 郭女士都说 他自己是大专生 喂 好话 不要听 你就算Degree 你来到香港 都打个七折 那何方大专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如果又好像 那个林林 那单案 那样 那亲生妈妈 是要做些 执货的 在超市里 做仓务员的 那 那么长时间的工作 那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 去照顾你的小朋友呢 那又未必的 那如果你没有能力 照顾小朋友了 那交给第三者照顾 那是不是真的 又是一个 妥善 的方法呢 那 请个工人 可能更加难啦 所以 哎 真的 有仔 趁联生是对 但是都要有一个 好的环境 才好生 真的 生仔要考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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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